可以看到遠景巡邏到一半 一名藍衣男在街上游走 警方上前關心只見對方神色緊張 趕緊加快腳步離開現場 行為舉止實在太過可疑 隨後遠景也追上前 沒想到對方卻躲到附近公寓 大丸捉迷藏 費了一番功夫才找到男子躲在地下室 一查發現原來他是名越南籍 與其居留的觀光客 事發就在4號晚上7點多 高雄男子去青田路上 這名潘信男子在去年6月 持旅遊簽證來台後 工程因為想留在台灣賺錢 才會沒有依規定在期限內出境 目前已經與其居留有5個月了 那全安巡透呢 也將這名男子解送到高雄專情隊